进入今天的法制进行时 一天凌晨一名男子是突然闯入了 江苏省扬州市的一家快捷酒店 说要找他的女朋友 可是话还没有说几句 此人便开始出手伤人 而且还玩出了砸车寻死的各种花样 那这名男子究竟演的是哪一出呢 我们一起来看 喝过酒了 他说他早上老婆都把他带上楼 酒店员工报案称 在事发当天凌晨 大堂工作人员都在值班 突然一名男子满身酒气闯了进来 嚷嚷着要到客房寻找女友 还威胁大家 他说你要帮我带上去 我就让你死在那里 员工当即拒绝了男子的不合理要求 于是他就发飙了 四处打砸 还把室外停车的一辆 汽车挡风玻璃砸烂了 绵过六旬的保安师傅 上前制止时却遭到了一顿暴揍 就在另外一名前台员工 上前制止暴行时 却也被男子打翻在地 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 立即赶来才控制住了局面 面对民警 男子还表现得桀骜不驯 就当民警准备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处置时 不料此人又企图自残 直到进了派出所 酒醒后人才消停 民警经询问得知 男子姓王是徐州人 今年30多岁 当晚女友和他吵架离家 到宾馆登记入住 王某追到宾馆 酒劲上来了 赶出荒唐事 目前 王某因为寻衅滋事 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 刑事强制措施 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刑事强制措施